姚姨深姿的花海 浪漫多彩的花墙 还有令人惊叹的大力菊 2023士林关体菊展热闹登场 总共有20万盆菊花布置成13个展区 以艺术融入园艺的手法 将各展区变成艺术画作 让民众置身绝美花海布景感受花的美好 我是从新加坡来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这边的菊花展 好漂亮好漂亮 所以我是第一次来观赏这些很美丽的花 这边很免费 还只要那个花很美 最美的是那个有一个情 不素情的那边 拍照很漂亮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叫菊艺生活 是希望将菊花栽培的艺术 然后融入设计 然后融入我们的民众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们今年的特别之处 是有邀请到我们的主编艺术家 撒布老师还有林静格老师 然后一起在我们展区内 然后布置很多像是我们的水流专制艺术 以及有会看到一些瓢虫啊 昆虫啊 就是我们民众生活上都看得到的一些小设计 昆虫设计然后融入我们的展区中 今年的大力菊一样就是有13株 可以在我们展区内可以发现 然后今年的大力菊 还有特别引进就是像荷兰的国外的新品种 以及还有今年特别与台湾有推出台湾自己种的 培育的台中改良厂的那个菊花种类 是叫台中一号 入口处以直升墙及绿雕呼应主题菊艺生活 带领民众走入菊花博览会 展区中还有以漂流木及竹子 打造的新地景水流装置艺术 将自然媒材与花艺交织出动人美景 这支作品名称叫水流 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游客来这里可以享受这个空间 那也借由这样的作品来认识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水资源这一块 那借由这样的环境 能够更贴近人跟自然环境的一个一件作品 竹子它就本身就是一条一条的 我觉得它可以去呈现这种水流的异象 然后漂流木它其实就是从西里面 然后漂到海岸 那我觉得这种素材 我觉得它是回收 然后又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 今年菊展更与日本力尖菊花节交流布展 在园区内布置台日友好 力尖菊花节展区 赴科象征性的鸟居 狐狸面具 科三等装置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与远道而来的日本磁城县 力尖市山口申述市长 共同签署台北市与力尖市交流协定 为两市未来的交流 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集展当然这个今天开幕 最主要的主题 我们有意识 有自然 有文化 总共有13个特展区 今天我们力尖市也来参理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他们去年办了集展 他们的集展已经办了百年 我说这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互相来学习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因为力尖市的春天 开满了整个杜菊花 我也告诉他 台北市的四花就是杜菊花 所以今天也借用这一个集展 我们要跟力尖市来签MOU 希望我们两市往后 不管对于文化 包括观光 物产 尤其集展 发展 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做交流 先ほど李副市長からもありましたように 笠間も筒字と菊のお祭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す 台北市も筒字と菊のお祭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て 共通する部分があります そしてですね 協定を結ぶ中で これから色々な交流を 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花印台北压轴花展 2023市林官邸局展 从即日起展出至12月10号 展期总共17天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記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2023市民民众前来欣赏感受局提供